主父母和孙子女组队一起制作可爱的布织布故事手偶 先用安全针线进行缝合 再黏上五关并发挥创意进行装饰 各种动物造型的手偶就完成了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举办Darling不隆里 幸福大同So Easy活动 邀请60岁以上长者和孙子女一起参加 透过一系列好玩的活动增进彼此的互动与情感 我那时我那个海报传给他 用手机传给他 他说这个活动不错 要不要就跟他一起去 我说刚好是他死者 所以我说好啦 那我就带他来 那个布织我们小时候有看过 可是现在都没有看过 我觉得这个活动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刚刚他们是那个暑假就带他来 所以我们这刚刚是给我们的机会 我们应该要好好地学习 我们那个古时候那个 我们文化不能烧失 刚好有这个课可以上 刚好来这边给他们互动一下 也可以算是阿公阿嬷小孩子交流一下这样子 蛮不错的啦 头脑比较灵活一点 手脚手脑并用都有够到 就比较不会自带或什么的 因为这里的那个木偶戏团感觉很有趣 然后也很多元的那个活动 然后让我觉得非常有趣 所以我很想要来这里试试看 你有帮他把它复制 把它变漂亮一点 活动邀请陈锡黄 传统掌中剧团主演陈冠林老师 交长者和小朋友制作戏偶 透过活泼有趣的方式 让小朋友认识布袋戏 发现传统艺术的魅力 同时增进祖孙的互动与连结 其实你说布袋戏为什么有趣吗 就是我手上这个戏友嘛 它其实就是大概这个身高 这个尺寸 然后它可以很灵活在你掌上 比如说 我们可以听到人家拍拍手 拍手 然后上头 甚至有两支 咬到 一让跑步 一让翻转 其实所以我们刚开始在学 就是小时候接触到这个布袋戏的时候 因为我是住在大大城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算老社区 我们看五位十三亿先红 看这个宝生大地的这个绕镜活动 所以从小对这个传统的这种艺术 就蛮有兴趣的 过去我们剧团呢 陈群老师的剧团呢 比较常是在这个台北偶戏馆 有开这个大事工出版课程 我们这样的学生呢 那边的小朋友 都是学生啦 都是以小朋友为主 都是小朋友来学 都是小朋友来学步来学 但是这次很特别 这次是我们长辈们 阿公阿嬷 带孙 做回来学 因为 其实我自己在觉得 就是现在的这个小朋友 跟我们这个长辈呢 他其实失去了一种 这种可能台下看戏 他们没有办法理解说 阿公阿嬷以前看布袋 那个幸福 因为现在你小朋友 在外面看一场布袋戏 其实很困难 他没有办法回到过去 那种阿公阿嬷的娱乐 所以这个这个课程 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就是 阿公阿嬷可以跟 我们这个小朋友 跟他们孙子 来分享说 过去阿嬷 在台下 你看布袋戏 都流在这边 今天 阿嬷虽然可以看 但是阿嬷可能妈妈会布袋戏 阿嬷今天来教孙子 怎样伴布袋戏 所以我是来教这些人 但是其实是 跟阿嬷讲之后 阿嬷跟孙子说 你看布袋戏怎样戏怎样戏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结合大同区在地特色 安排一系列与布袋戏有关的课程 促进长者社交活动参与学习 并借由祖孙合作 营造世代共融友善环境 那我们想要借用这个场地 就是让我们的长辈们 他们其实有些人 虽然住在大同区 但是却对这个大道城戏院 他们却不熟悉 也许他们曾经来逛过布庄 来过附近参加活动 但是没有来过这里 那我们这次想说 把这么好的一个场地 可以结合我们这一次的课程 然后介绍给长者 也让他们多认识 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主题 就是布袋戏的这个部分 今年我们特别会有这个发想 最主要是因为像是 在我们大同区 有这个陈锡黄老师 陈锡黄大师 那他是我们这个布袋戏的 一个传奇人物 其实那目前就是以台湾来说 他也是数一数二的 这个长中系的这个大师 那我们目前请来的 这一位陈俊宁老师 他其实是从小学 就开始跟着西方大师 一起来做学习 那他个人就是对这个布袋戏的部分 他很有兴趣 那这一次我们最主要是想说 大师在我们这个大同区的这个特色 也让他就是说发扬光大 让我们的民众可以拾起以前小时候 对这个布袋戏的一些记忆 这一堂课我们最主要是让长辈跟小朋友一起动手做 就是做这个Q版的人偶的部分 那接下来的课程 老师就会教导说这个人偶的一些操作 包含一些口白的说法 那在最后我们会有一个成果展 也就是让长辈跟小朋友他们一起来操作这个戏 就是在这个戏曲里面的这个角色 然后让他们就是来做这个成果 然后也让他们会有一些成就感 因应台湾高龄社会区市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希望透过举办各种乐龄健康促进活动 鼓励长辈多多参与 丰富银法族生活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耶 记者零期会以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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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观看